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说呀 咱们家也应该装个电话了 你都是主编 这也够资格了 谁的电话 你怎么了 刚才那个电话 是我工业局的老同学打过来的 说咱们家肖战 把烟灰缸扣在李明珠的脑袋上 现在李明珠是铁了心的 要把肖战给开除的 开除 这怎么可能 肖战平时不会这样的 我也是这么说来着 但现在人家那边是事实俱在 你看这事情给闹了 不是 总有个原因吧 说了吗 什么原因 我哥把烟灰缸扣在李明珠脑袋上了 太牛了 什么 全都不算数了 整个系统都下发了红头文件 禁止国有企业产品商品买卖 其实就笨水货来的 现在水货太多了 股价要整治 文件里还说了 禁止国有企业内部集资做买卖 有十几条呢 不是 那咱们这采电就不能内部消化了 肯定不行了 那李明珠呢 你不是跟他说好了吗 他说话和放屁一样 他说 集资采电跟他没关系 还说什么三场没挂牌 这等于不存在 这个王八蛋一到关键时候 就给我一推六二五的 不是 那现在怎么办呀 咱们这新一步步运来采电 上大学都白上了 你什么意思啊 那不是吗 都说好的事 他说不算就不算呀 你打折他的腿呀 看他算不算 上大学上人窝囊废了 你说谁窝囊废啊 你才是窝囊废 我打死他又怎么样啊 你什么都不知道 来瞎教唤 我是不知道 我就让你消占人窝囊废 我 肚子哥啊 我哥不是温大飞 我爸说 他把叶辉钢 扣在李明珠脑袋上了 行了你呀 现在李明珠可气坏了 说要开除我哥呢 但是我哥 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对吧哥 行了小鬼别说了 回家吧 回去吧 你也不早说了 李明珠那个王八蛋 现在工业局内部的销路 已经没了 彩店还在库房 库房也是要钱的 拖一天就是一天的钱 你们俩就别在这儿拌嘴了 赶紧想想这彩店怎么办吧 你说这小肚子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该吃饭了 不用问 他们几个呀正琢磨怎么分钱呢 我倒是没想挣什么钱啊 我只要能够回到厂子 混到退休就行 小肚子他们几个真挺不容易的 千里迢迢地在外面担惊受怕的 那谁让我儿子有本事呢 没办法 冯正丽 你儿子啊 是有本事 你下半辈子就指着 跟你儿子好好过啊 我问你 你这辈子除了你儿子 你心里面有个别人吗 你现在是我嫂子 我心里感应有点嘛 我提我了 妈 你说我干什么呀 你有病吧你 我是有病 我 我有心脏病你忘了 别吓我啊 吃饭 吃饭 那时候回来的路上 还说转了钱去老莫好好搓一顿 搓人们呀 彩店都砸手里了 我说你们几个也想想办法 我是好几年没在北京了 朋友关系也就在你们这儿 夜会我去问我那帮七会的哥们吧 他们人是人多 就你那帮朋友 婚社会的 一个个嘴也不言 保证出不了三天 嚷嚷的南北京城都知道了 到时候警察也会找上门 太不靠谱了 那人比站那儿说风来话强吧 行了 行了 现在没办法 咱们就回去想 反正啊 明天一定要拿出个方案来 还有啊 这事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 他的人胆小 还有心脏面 一百多胎 到底多少胎啊 一百二十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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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胎 一堆麻烦事 我就不在这儿添乱了 那也是 行吧 那如果有什么事情 你一定得告诉我嘛 来 拿着 扫个就是我 扫个话 拿着吧 扫个话 拿着 回去身上总得留点钱 就是 嫂子 大哥 谢谢你们 我之前还跟萧红军说 他要是不回来 我就一把火 把北京的房子给收了 我错了 我就那么一说 大哥 嫂子 你们别往心里去 不会 怎么会 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红军好 就是 你要是今天不说 我们都还不知道呢 对呀 那车票是哪天呢 明天呢 那一会儿让嫂子帮你一块收拾吧 行 明天我们一起送你去 嗯 您在住哪儿啊 我在西城租了个房子 西城 冯多 我觉得咱们应该去找他六哥 他那儿应该有一些门路 怎么了 的 怎么会得到那儿一块的 大公司 谁 真的 你这儿 我女儿 给你 应该就是 一个门路 那儿 现在咱们还是先想办法吧 怎么就留着一个大呀 一个菜就不错了 谁让你那么往回来的 哥 干脆让爸妈出钱 给咱家也换一个彩店 谁要就等于帮你们先卖了一个彩店 不行 那是日本的彩店 日本又怎么了 彩店不都是日本的 小姨 我告诉你啊 等咱中国出了自己的彩店以后 咱们再换电视明白了吗 那在什么时候才能看上彩店啊 快啊 老板收了 看爸你厉害的 不就是用了会压灰缸吗 爸 回来了 吃饭了吗 吃饱了 您这干嘛呢 赶紧回去歇吧 心脏也不好 我心脏已经没什么大事了 你大老远的刚回来歇两天 过两天再把彩店送机关去 少看几天电视啊 那帮家伙死不了 行了行了 您赶紧歇着去吧 我知道了 你干什么呀你 搞得跟娘娘似的 干嘛呀我 搜索弄姿 别人去 讨厌 你知道扫索弄姿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扫索弄姿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扫索弄姿什么意思 但我知道 你这张狗嘴里 就吐不出象牙来 吐出象牙 那不成果宝啊 那么好说话呀 你刚才不是回去了吗 就不想过来看你一眼吗 你看见了可以回去了 你看你这死样 不知道人家关心你呢 是不是为那彩店的事发愁呢 废话 你知道那彩店值多少钱吗 我又不傻 我当然知道 陈导让你回去走呢 我不去 本来以为拍戏还挺有意思 跑了一圈下来 没景没意思 这陈导挺喜欢 你那总夸你 夸什么呀 夸你聪明呗 那还要拿下垮 谁不知道呀 你跟你妞都跟逗似的 得瑟吧你就 我绝不向李明珠道歉 行了行了 我说了没用 你说 你刘叔叔说了 他也是跟李明珠 打了半天的招呼 那才答应不开除你 但条件是 你必须跟李明珠道歉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 李明珠 李明珠当着全场的人面说的话 推得一干二净 言而无信 欺上瞒下 推脱责任 他算什么领导 他就是一彻头彻尾的小人 我们都知道他是小人 可他现在在那个位置上 你又是机电公司的正式职工 而且还是重点培养对象 什么重点培养对象 你问你爸 你现在是你们厂里内定的重点培养对象 放你到基层 就是想让你好好锻炼锻炼 知道吗 所以啊 晓晓我觉得 你不能因小失大 因小失大 爸 妈 那你们告诉我 什么是小什么是大 是非黑白是小是吗 人格尊严是小是吗 你敢说 你怎么说 你是哪个人 血脉扔我 你怎么看 我之前的 你怎么看 是不是 你怎么看 有些事情 ysic 你自己问我 你都不贵하겠습니다 你不贵了 知道吗 谁有什么 我贵了 我可是我们不贵 我看见好 那还谈什么未来的发展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最基本的生存岗位 根本一文不值 咱能不能补一级优势 小不忍责乱大帽 道歉的就让他开除我吧 你现在你儿子啊 你儿子决定的事情 多少人都拉不回来 你没觉得吗 越来越像萧红军了 如果你进了剧组 你帮我使使劲 帮我把这女三号弄到手 你看啊 这女三号呢 她是男一号的妹妹 是女一号的小姑子 那角色真挺适合我的 你到现在这角色都没定 说实话 我这么优秀 我就是缺机会 跟你说话呢 如果你真能帮我 把这女三号弄到手 那我绝对能出名 你怎么就那么爱出名呢 我姥姥说了 名利双双名在前 你就老琢磨你姥姥说的话 那我说就我琢磨的话给你听好不好 说 说 无论是纪录片还是电视剧 剧本是编剧写的 戏是导演导演 我在这儿干嘛呀做小跟班 有什么前途 有什么发展 还不如我做生意呢 起码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 怎么就没有发展了 那将来你可以做老板呢 等你当了老板 到时候还不是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那什么编剧啊导演 不都得听你的吗 你懂什么呀 制片人才是老板 现在制片人都是电商领导 我又不在体制内怎么做老板 是啊 这做生意你是能自己收了算 但你这生意做得成吗 彩店卖谁去啊 这你就别管了 我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 等你的办法想出来 你们家老爷子早知道这事了 到时候他这心脏病犯 你够了啊 有完没完 该干嘛干嘛去 别在这儿烦我 要是我能帮你把这电视剧弄出去呢 你 我 不是 癞蛤蟆打哈啼 才是癞蛤蟆 你知不知道 那些电视值多少钱 现金三十万 你知不知道现金三十万什么概念 北京十套楼房 你就说吧 如果我真把你把这电视弄出去怎么办 我不信 冯多 如果我真把你把这电视剧弄出去 你就得乖乖跟我回去组 帮我把这女三号弄到手 要是你小子敢耍我 你就是狗 吃屎的狗 怎么着 出话呀你 我不要欠你人情 我自己想办法 行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吧 我现在告诉你家老爷子 这电视是黄了 干嘛呀 想通了 你喊 你以为就那个叫西城的有本事啊 那不就是一混社会的吗 我听说我 妈 那你们告诉我 什么是小什么是大 是非黑白是小什么 人格尊严是小什么 为了你破工作岗位 为了你所谓的什么重点培养对象 倒成了大事 我觉得是基本的生存岗位 根本意味不止 你现在是你跟厂里内定的重点培养对象 你现在是你跟厂里内定的重点培养对象 放你到基层里就是想让你好好锻炼锻炼 知道吗 夏寨 听爸爸说吧 有时候啊 低头并不带牌服乱 知道吗 如果 连基本的生存岗位都没有 那还谈什么未来的发展 对不对 来了 小镇 大晚上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怎么 不打算先我进去啊 我今天没喝酒 说什么呢 赶紧进来吧 你这儿真温馨 Nikki 还行吧 我收拾挺长时间的 谢谢 你别光站着赶紧坐啊 社会契约论 你这儿还要这种福呢 我不是想发财吗 我听冯都说了 你有得上夜校 我底子不如别人 我就得多学习 行吧 别谦虚行吗 我主要是不想再跟六哥他们混了 我就想要一直这么混下去 也不是这么长久之近 其实冯都他也一直看书学习来着 只不过他这人 他嘴上不承认但我都知道 他从小就那样 他就希望别人都觉得他是天赋异禀 无师自通 你大晚上来找我到底要说什么呀 不会是想图摸布轨吧 我 不是 我 你说话别那么直接行吗 之前那件事是我不对 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 那件事翻篇了 在温州啊我跟你说幸亏这种你 要不是你啊 我现在肯定是没命 那行吧 那就上上过去吧 不过你们这说话方式也是挺特别的 到底是你学冯都呢 还是冯都学你啊 你们俩这点真特别像 你就是说我不会好说话呗 我可没这么说 其实我自己知道我这年挺不好的 所以我跟风都一见面我们俩就掐家 我不用跟你说话 你不是说客气的 你知道吗 你看 你就像我这儿了 你们俩在一起呢 grand 你家的事 你怎么会还在我里面上 你怎么能和我以后 你呢 行 只要这件事你能帮我办成了 我豁出命题去剧组干三年 保证你成女三号 都三年了还没个女号吗 不是 姐姐 咱们别往崩里聊行吗 女三号是极限了 我能力就这么大 有那么差劲吗我 行行行行 先不说这事了 我还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 不是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条件 就一个 你答应我 从今天开始 不跟那个叫熙成的来往 他跟你在一块儿就没爱什么好心 他就是想利用你 你别变本加厉啊 这一条不行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再敢说什么 我就骂你冷了 我老招你惹你了 疯狗啊你 反正什么东西就这一条不行 行 这事我以后再跟你掰扯 你先跟我进去组 帮我把这女色号弄到手 我没会儿带你件我衣服去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这次去深圳 我发现深圳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回来我又一直在想 为什么深圳可以发展这么快 那你想明白了吗 为什么呀 因为那边的人 都迫切地想做成一些事情 而且每一个人都特别努力 特别认真地在做事 所以他们才有今天的成果 你二叔倒是迫切地想做成一件事呢 结果给自己做进去了 那也比在一家厂子里 露露无为熬了退休要强吧 小展 是不是厂子待不下去了 这次因为采建的事 我得罪李明柱了 厂子肯定待不下去了 不过也好 反正我也不想在那儿待 所以你打算去深圳 对 我想去闯一闯 那你去深圳 你打算干什么呀 我还没想好呢 但这半年我在积电厂里上班 每天都是在混日子 我还年轻 我不能再这样浪费时间了 我去计算机的 我相信深圳那样的地方 一定有我的用务之地 那你要是走了 那你要是走了 咱们采电怎么办呀 采电的事 我也尽力了 这个 你帮我给宏都吧 这是我半年工资攒下来的钱 也算我有点心意 这钱你还是自己给他吧 就他那倔脾气 我给他他一定不会要 你能比他好到哪儿去 两个人一样倔 你们俩怎么从小到大就爱较劲呢 其实这次去深圳之前 我就想明白了 这采电的事 不管成与不成 挣到了钱我一分都不会要 我就是想去深圳看一看 你还说来找我商量 你自己不都已经决定了吗 那你这是我的想法吗 挺好的 你刚到深圳人生地不熟的 肯定特别艰难 你得扛住啊 好 西长 你跟我一块去深圳吧 一块去深圳 对 一起去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有你在 我心里都会特别温暖 我有那么好吗 当然了 我就是一个外地人 没上过什么学也没什么文化 每天歌迷帮不正经地在那儿混说会 跟我去深圳吧 行 那就叫上风都一块 他是你最好的哥们 小展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你能为我出生入死我信 在我心里面 真的只能专家一个男人 你照旧是这么多年 当时谈完乱的风 就因为冯都 他小的时候跟你说了一句 他要娶你是吗 对 就是因为那句话 虽然那时候 我们年纪都挺小的 但他那句话一说出来 一下就扎我心里了 情书藏在口袋 那如果当时说那句话的人是我 小炸 真的对不起 青春不散 就算孤独也不孤单 那如果 如果冯都他不娶你呢 都会遇见 青春不散 不过他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 青春不散 还有很多歌没写完 年少真心的陪伴 永远在心田 一荡世事变迁 青春不寒 我们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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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 先让这小的乖乖地跟我回剧组 第二步 让西城那个女人永远消失 一步步来 我姥姥说了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心急吃不了热年糕 总之心急什么都吃不了 肖战 肖战 就跟被女朋友甩了似的 这种大学逼啊 什么了不起的 小偷 小偷 你就是传媒中的小偷 你是小偷 你就是小偷 怎么着吧 电视是我们家的 不许偷 那你们两个来这儿干什么 还不也是来偷电视的 对 无人 对 没想到 我还不也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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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小伟一 别让妈发现 不是 你干吗呢 这么晚不睡觉 不是 这后半年也没电视节目了 你看着啥呀这些 是录像带 哪来的 我想同学接的 你可真行啊你啊 不是 这 录像带你 你看的啥呀这是 爸 您看 这个是麦克尔杰克逊 喝牛了大明星 您看 您看 他做的这个太空步 是他自己发明的 不是 你就看这种人穿得乱七八糟的 还扭扭扭扭扭 您不懂 这个不适合你 您不懂 您自己试试你 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舞真的特别难 我还要在我们学校圆南晚会表演这个呢 对呀啊 那你就三分半夜啊 偷偷摸摸地跑到这儿来 蒙着杯子看路上带 白天 你们也不会让我看 小薇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好好学习 今年已经五年纪了 明年就要考中学了 那你知不知道啊 成绩挺好的 成绩挺好也不行 我告诉你 赶紧的 关了 上场睡觉 你再让我看活 就用 是不是 我把你麻将下来 别 像 我 我还不行 小薇 你坐着干嘛呢 我生气呢 生什么气啊 我爸把我的录像带和录像机没收了 什么录像带那么精贵 杜斯哥 你知道麦克尔杰克逊吗 知道啊 那你会探空库吗 看好了啊 什么啊 怎么样啊 杜斯哥 你比我哥厉害多了 我昨天问他 他连麦克尔杰克逊是谁都不知道 你实在太牛了 哪能打我跟一哥比他知道什么呀 你是怎么会的 之前我们拍戏的时候 等一颗镜头都等老半天 在边上闲着你闲着 就跟着录像带学 那你教教我吧 你学哪干嘛呀 我就想在我们元代码会上跳 让我同学看看 行 那我找机会教你啊 这儿这儿 你来了 怎么那么磨叽啊 赶紧的 这面上看手续是没问题的 姨父 什么叫面上啊 这您别说话阴阳怪气的行吗 丫头 这点事 谁又不明白呢 现在的彩电这么抢手 竟然有人主动送上门来 这种好心眼 我觉得里边保证有问题 那个 马 马叔叔啊 马叔叔 这种事情 明不举观不究的 怕什么呀 再说了 咱们商场现在都讲效益 东西能卖出去就行了 是不是 你说得有道理 没效益 这么多的员工 我们拿什么去给人家开工资啊 对啊 不 姨父 你给局痛快话 你就说这电视你要还是不要吧 你要不要我现在找我塞姨去 要 干吗不要 一百二十台彩电 两个礼拜我就把它卖出去 那这样 你也得给我开发票 我呢给你开支票 现金不方便 行 没问题 那姨父 那下午就让他把电视拉过来 等等 我还有一个额外的要求 你们应该能办得到 你 您哪儿那么多要求啊 你们现在不是在那剧组拍电视剧吗 能不能到我们商场去拍几场 我们也宣传宣传 以前呢我们这个商场 在周边是最大的一家 可是现在又开了几家 我得给我们扩大影响 不能让他们抢了我们的风头 那这事我说了也不算啊 那谁说了算啊 那这个就是您额外的要求 对啊 到时候 在我们商场拍几场戏 片尾上打上我们的鸣线 这样我们的影响 不就扩大了吗 那这让我们彻 indians 下饭你 好多点 快走 你要闭 connection 我有点事出去走 走 在这里连旁 这么打一板 剩除的泪光 护平我所有的伤 每当我找不到方向 年轨化成 眼灵的光 每当我逾适风霜 年华作一道墙 不是 咱们非得今天去啊 当然了 我昨天就约好了 赶紧的 这事儿还不知道 能不能成功呢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不出手就是不出手 只要咱一出手 就得干嘛 漂亮的 漂亮什么呀 这事儿我 行了 这许老公 你了吧 小诗 小诗 你怎么来了呀 去了那人生机不熟的 自己留着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啰哩啰嗦的 赶紧把钱收好了 裁电的事儿你放心吧 我们能解决 你就是为这个来的 我还以为 你改变主意 想跟我一块去深圳了吗 小诗 你改变主意 小诗 其实我觉得 你真的挺优秀的 你冯都强太多了 你冯都强太多了 冯都他就是自以为是 其实有些时候 他挺讨厌的 但是呢 去吧 到了深圳以后 好好大干一场 我相信深圳 肯定会有你的用武之地 你一定会成功 我们等你的消息 你别恨我 我有那么小心眼吧 如果那事儿我爸知道了 那我 就真不知道 我忘了 那事儿我真忘了 谢谢你 如果冯都那小子 要欺负你的话 你早不早啊 什么时候变这么磨叽 走 我们会惦记 想念自己 保证 我回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上的雨 它慢慢的飘过来 陪着我慢慢的走 诉说那将来 亲爱的你 我这一片梦不改 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 我的爱对你说 一个故事 我的爱对你说 一个现在 冬去了春来 雪花了云海 这份爱在等待 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 哦 哦 Zither Harp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 冬去了春来雪花了云 开车风还在等待 希望你感觉到我一样